10月4日,小S再次登上热搜 只不过这一次有关他的消息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据台媒报道,艺人徐希地被确诊感染新端 小S主持的节目受到影响,目前已经被暂停录制 这样的消息对小S来说确实不是好消息 但因为是热搜体制 小S会经常出现在热搜榜上 虽然有不少粉丝为小S祈祷,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 但也有不少网友认为因为被确诊感染而登上热搜 实属有点难以接受 毕竟明星也是普通人,不能因为他们的明星光环而区别对待 部分网友对小S的反感 主要是因为徐氏姐妹一家人经常上热搜 就连S妈也因为两个女儿而成为半个娱乐圈人物 由记得当初大S和聚俊叶领证结婚 S妈就多次充当女儿的发言人 小S本人自然也是支持姐姐 不仅曾和汪小飞在网上开思 还多次公开在节目中大谈姐姐和新姐夫的恩爱往事 小S的种种行为败坏了不少路人员 最后还是希望小S能够早日康复吧 不幸福 不幸福 未经历 不幸福